印度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吗 这是一位印度网友在外国最大的无达网站库尔上的提问 其实印度一直给一姐的感觉就像是 开着鬼火穿着痘痘鞋的精神小伙 他从来没怕过谁 可他从来又没有打赢过谁 总是喊着类似于莫迪老仙 赶中超美就在今天这样离不得口号 可话又说回来 印度会不会成为超级大国 实际上也是一个伪命题 毕竟在许多印度人眼中 印度现在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就像印度IT精英PawanKuma的回答 印度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不是纸上的而是现实中的 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网友 阿凯雷什·舒克拉尔回答道 是的 亲爱的大家 很快就人口而言 我们已经是超级大国了 毕业于布鲁谢特拉大学的印度网友 Gagandi Malik回答道 印度是一个超级大国 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实力 碾压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 印度网友Sakit Kumar回答道 当然是 但不像中国或美国 因为如果我们把根系联系起来 中国和美国与印度是无法相比的 印度网友Adiyashama回答道 印度有能力并且正处于这样一个位置 你可以这样说它将会 如果你需要知道具体的时间 那么大多数专家会说 按照目前增长的速度 在2035年至2040年之间 印度网友Madras Manson回答道 印度已经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了 每个国家都知道印度的战略地位 我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 以支强大的军队 以及国内技术和技术方面聪明的人才 我们在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 IT方面非常强大 我相信印度也有核武库 我认为印度正在朝着成为超级大国的方向前进 因为每年国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军队和国防上 从好的方面来看 以ISRO发射的成功率来看 如果我们印度人开始殖民月球火星其他任何地方 可能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到那时我们会成为一个宇宙超级大国 好家伙 印度母工程学院硕士Dihara Jin回答道 我非常确定他会实现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是回顾过去 正如历史会重演一样 只需看看我们的过去 当印度人在大学学习时 大多数人还处于石器时代 当我们进行脑外科手术时 世界上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手术 但我们确实在中间落后了一到两个世纪 但现在我们再次从跌倒中崛起 向前迈进创造新的辉煌 印度网友Satar Khan回答道 祈祷珍珠保佑 印度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我想向所有的印度人提出请求 大家都要努力工作 受更多的教育 尽最大的努力 利用好所有的资源 让我们的印度成为第一 印度网友Richard Robinson苦答道 你会认为甘地是一个强大的人吗 如果是的话 印度有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超级大国更好 印度是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 一个在道德上和精神上与世界相连的文明 把整个世界成为自己的家 印度可以成为世界精神之都 印度可以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印度可以作为超级大国的顾问 印度有不发动战争的历史 毕业于印度国保际大学 印度理工学院网友阿曼库玛回答道 可以说印度现在正在成为超级大国 几年来 印度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站在印度一边 如今 印度在所有事业中都在崛起 在每个领域都最为出色 并将引领整个世界 无论是在商务 国防还是健康方面 全世界都认为印度已经不再落后 几乎所有国家都支持印度 在几年内 印度将拥有所有种类的武器 而经济和发展也在这里不断增长 鉴于此 说印度正在成为超级大国并不为国 就读于萨达尔帕特尔大学的印度网友 Vipikuma Sousa回答道 是的 我认为印度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印度一样 拥有聪明 强大 成功的商人 和年轻 有才华的人们 我们拥有一切 但是我们需要统一起来 如果所有的印度人都能缓解起来 那么在几年内 我们将成为第一 网友称Leo回答道 日本 我确信 我做不到 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拥有巨大的战略纵深 否则战斗力几乎为零 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 俄罗斯 我确信 我做不到 首先 我的人口问题非常严重 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人口基础 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 欧盟 别看我 我甚至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超级大国 至少应该有一个能够集中处理重大问题的中央政府 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 看起来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拥有广阔的领土 庞大的人口 以及一个能够集中精力处理重大问题的中央政府 事实上没有其他选择 印度 没错 这就是我 很明显 我就是这种人 看来他不是 印度网友Santosh Kumar Sethi回答道 现在印度是一个超级大国 过去也是一个超级大国 而且必须继续是一个超级大国 如果深入思考这一点的话 这是因为印度的精神哲学 网友Asas Arthur回答道 如果未来还有另一个超级大国 那一定是印度 印度拥有超级大国所需的一切 但他还没有释放出他的潜力 谁能救救我呀 好了 那大家觉得印度会成为超级大国吗 你认同这些印度网友的观点吗 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 关注一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